女孩正读小学 静心看上别人的校服 转入私立学校 在这里即使不学习 也能直升高中大学 她只需发挥天性做自己就好 开学第一天 同学将她拉到卫生间 本不长的裙子拉得更高 随着时间推移 几个人的个子越来越高 裙子却越来越短 成了名副其实的小太妹 全然不知学习为何物 小小年纪长期泡在酒吧 商业家生活在五口之家 爸爸重男轻女只对儿子伤心 自己与妹妹从小没有得到半点关爱 母亲为弥补缺失 对两人极为放纵 高二第一学期 老师在她书包里发现了香烟 将妻送到校长室 只要供出同伙就可以保住学籍 可商业家就是死鸭子嘴硬 不开口 本以为父母会让她深刻反省 没想到妈妈更是语出惊人 至于学校教育方针有问题 如果为自保就要出卖朋友 上学还有什么意义 最后商业家被处无期休学 多年以来 妈妈习惯于给她擦屁股 感谢观看